今年10月23日和24日 閃耀色彩在秋季的一大盛世 首次舉辦的線上大型演出283Face 2021Happy Buffet 除了過去公演慣例的歌曲演唱 各種主題的綜藝節目 以及讓聲優侃侃而談關於團體或是角色的感想 然而聲優兩個字從10月中開始 卻變成一段時間令圈內不安的名詞 也因此讓閃耀色彩成為即使不碰二次元作品的人也略知一二 短暫沸沸揚揚的話題 如今經歷過了岩上 這件事幾乎失去聚焦後 到底給閃耀色彩帶來的什麼影響 就是今天影片的主題 我是Skim 在開始主要想談的內容前 讓我先聲明由於成海的所作所為和遭遇 不論和閃耀色彩跟三豐傑 都沒有實質上的因果關係 不是因為角色或作品讓成海出軌 傑華更不是依照甚至參考聲優去描寫設定的角色 因此我不會在這支影片談論任何9800事件的經過和結果 想明白的話各大網站的文章基本上都說明得很清楚了 私信而論這件事就偶然真的很荒唐 也無法認同開放式關係沒建立在雙方共識上 卻拿男未婚女未嫁來當擋箭牌 而許多人議論了降板與否問題 老實說依照藝人事務所目前直接取消是我工作的處理來看 時間拉得越長續用的機率就越低 簡單的用分程式問題去解釋的話就是 就算高山願意 事務所願意讓成海打著公司的招牌繼續重施工作嗎 那就算連事務所都願意了 偶像大師的總發行商萬代會願意嗎 縱使機會也撐不上零 但參考過往其他作品的案例而論 我們也許該提前做好心理準備迎接傑華的新聲音 以及往後的公演上將有別人詮釋傑華的可能性 然而就算有天人們都願意分清一個需要2.5次元演出的作品 角色和演出者之間終究不能畫上等號的事實 沿上期間所受到的牽連 讓粉絲的心中多少留下的疙瘩 加上今年閃耀色彩也經歷了幾番波折 包括疫情和地震讓公演多了變數 泳裝設計的採用爭議 以及Nichika的聲音擔當 紫月姓朱彩小姐的男友鋪路怡雲 或多或少都讓283的2021年不是這麼平靜 下一個是誰之類的想法 儼然成為某些人心中的憂慮 但我想藉此機會希望大家去釐清的 是深優也就是配音工作者在日本習慣偶像化的經營方針下 往往被包裝的不光憑配音的方式呈現自己 或者用更直接入股一點的說法 你勤我願的商業買賣 深優自己的線上節目 線下的現場活動 以及延伸出的聯名商品 業界人口年年征服了現在 這就是試者生存演化出的結論 多角化精靈 本來活躍在幕後的配音員 出現在觀眾面前的機會變多了 也讓粉絲感覺深優不是這麼遙遠 但你又怎麼知道這會不會只是一種粉絲服務 當然這不是否定深優各自在工作上選擇和粉絲相處的方式 積極的利用SNS和粉絲互動 經得起時間考驗證明自己不想塑造所謂的公關形象 說直白一點 就是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傳統偶像 努力於實質上拉近粉絲距離的深優大有人在 但是親如家人都有屬於自己不可侵犯的私領域 好比你認為每個小孩都要得到父母的許可才能選擇交往對象嗎 倘若答案是否 那你該學會對他們不能有男女朋友這件事放手 可況深優的身份說到底只是工作 除此之外的時間他們就只是煩人了 喜歡並支持某個深優這件事 喜歡作品的演出 終於在節目或廣播中表了言行和理念 單純因為外形又或者是以上皆是 選擇想要的部分就好了 喜好是無關對錯而且自由的 如果你真的無法接受喜歡的深優在情感生活上有對象 努力讓自己變成可以讓對方欣賞並喜歡上的人吧 至少結果比起重大通知後去咒罵還有可能改變事實 說到咒罵 9800整個事件最讓我無法接受的 是當事人三間齊口的狀態下 網路霸凌將目標轉向其他283角色的深優 不只同團安迪卡的深優的推特 直到最近都能看到毫無根據的指控和辱罵 那段時間幾乎全部閃耀色彩的深優 推特底下都會有騷擾留言 其中之一受害最深的 有領事的深優完剛何佳奈小姐 只因為自己的節目是時間點上最接近9800事件邀請成海來當來賓 就讓他那段時間的推特成了備受攻擊的替死鬼 讓事務所不得不出面發聲明表示將以法律途徑處理網路謾罵 甘奈的深優Kuroki Honoka小姐 因為自己所屬的深優團體有成海在 收入首次自己填詞的歌曲的現場活動被取消 接下來團體的趨向也沉迷 覺得公眾人物的感情生活荒唐 發表憤怒或業餘的言論還在理解範圍內 那在沒有實際人證物證的狀況下 去騷擾你們自己為有關係的人 到底有何邏輯和正當性可言 還是間接證明這些聲音的裡面 也存在著一種尖縫插針 牽連無誤的暴力呢 留下來努力的人得承擔 與自己無關的攻擊 也許都是社群網路的風險 但絕對不是使用者 理當承受的惡意 所幸不論國內外目前大多數的人 已經願意把傑華和正經事撇開關係 也希望本來就了解傑華 或是因為這件事多少認識理解傑華的人 每當聽見有人因為沉海的事貶低或誤會了傑華的性格 多少能告訴別人 實際上遊戲裡的傑華的為人和聲優所做的事相差甚遠 每多一個人願意花時間釐清 就多一個機會解開先入為主的成見 至少我會堅持繼續解釋下去 笑意的聲優Yamaki安娜小姐在283Face演唱 Barber City Grace的時候 利用肩奏的時間大喊 安迪卡將以五人自知繼續走下去 以及他和沉海的節目隱約透露的消息 似乎又更進一步暗示傑華不會離開283事務所的行列 但不會由同一個人繼續詮釋 無可厚非的一點是 由於事務所以身體不適的理由 終止了聲優的演出工作 我們幾乎確定有段時間 不會看到傑華雖然在新的劇情了 連帶的影響到安迪卡的活動劇情 更換成越境聯動劇情的機率也很高 Oh shit 你對聲優壞人是怎麼看的 交換與否是否影響你對角色的喜好 歡迎在影片下面理性討論 最後想在這和傑華P說一句 辛苦了 你們對傑華投入的喜歡 不會因為任何事物影響到那份情感蘊涵的價值 所以請不要放棄它 我是SKIMER 我們 NOKCHU的影片見